也可以做时尚染发的一个沙龙和色彩 很多人都在自己家里染发 大家一般使用什么样的染发剂呢? 那这个染发剂使用的时候也非常不方便 是不是有很多的刺激 然后染了之后每几天就会掉色,是不是? 那么现在我推荐大家使用我们的产品 我们最大程度上降低了对皮肤和头皮的刺激 而且维持时间也非常长 这就是我们的沙龙和色彩染发剂 我们总共有六种颜色 有两种不同的产品 如果大家想染白头发的话 可以买7G,6G,5G 如果大家需要染白头发的时候也想染成时尚的颜色的话 希望大家选择4G,3G,2G这三种颜色 那么这肢体是什么样的肢体呢? 是不是非常特别? 这是全球第一个肢体 这就是液体和这个霜的肢体 这是一种蛋白胶的这种肢体 那么有什么样的优点呢? 我们自己染自己头发的时候是不是很不方便 就是涂来涂去非常不方便 那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染发剂呢? 就是一种凝胶型的 也不会掉 就像梳头发一样这样一梳的话呢? 就可以染色,染发 而且呢这个颜色呢 显现出非常鲜艳的颜色 我们所含有一种 来自于天然的 燕麦的成分 染发效果也非常好 我最喜欢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呢? 这就是颜色再好看 如果很快掉色的话呢 就等于没染 我觉得持续时间越长 这个染发剂的水平就会越高 那么我们的产品呢 有两种成分 就是我们这里所含有的OMC专利成分 可以让染发效果维持很长很长时间 简单来讲 我们当我们受到紫外线的话呢 颜色会变色 但是有了我们的专利成分 即便是受到紫外线 也会维持我们这个染 染成的颜色 那么第二个呢 里面所含有的碱性 吸发水 那有什么样的优点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优点 当我们看到染发的原理 毛发呢 会有一个 表层 那么表层打开了之后 我把这个颜色透入进去 为此我们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呢 染发之后 第一次用洗发剂的这个成分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一般在家里使用的成分呢 不是碱性洗发水 这个的话呢 肯定会掉色 但是我们使用的这个酸性产品 这个会降低pH值 那么洗发之后 会关掉这个表皮层 可以维持很长时间 大家不需要另外购买这个洗发水 那么我们会增速给大家 这个酸性产品 那么染发之后 第一次洗头发的时候 建议大家使用我们送给大家的酸性洗发水 那么第二次洗头发的时候 可以使用一般的碱性产品 但是呢 第一次还是建议大家使用我们的洗发水 那么我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成分 大家不要忘了一定要看好成分是什么样的成分 因为我们直接会刺激到头皮 一定要看好会不会带来太大的刺激 我们所含有的很多自然由来的成分 和刺激比较低的成分 我们使用了脚蛋白和脚 可讲我们还使用了很多植物的提取物 也添加了香料药物植物的提取物 使用了很多植物性油分 油性成分 那么大家染发之后不会觉得头发很干燥 可以染发的同时进行护发 看一下价格 那么这个价格是9800元 这是我们沙龙和色彩 所有产品上市之后 请特加多多关注我们的产品 我今天介绍的